两岸发生以来,各地民众纷纷捐钱出力,联城公所日前收到的善款已超过了30万元,而中华公所也设立了两岸专项的行托经济账户。 联城公所顾问张文生表示,自梁彼得被定罪以来,每天联城动动收到数字封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支票,而也有纽约本地的民众陆续上来现金捐款。 最近,每天他和义工都工作到晚上9点来清点捐款,已经整理好的善款达到了25万元,而保守估计,目前收到的善款已超过了30万元。 而收集到的给布鲁克林地检处检察官汤普森的公开信签名也有几万份,堆积如山。 他感谢民众们的热情相助,并表示,这些款项都将作为脑比德上诉的律师费。 他前两天遇梁家接洽,得知他们已经在基地的选择律师团。 梁家已经和包括Ronald Fischetti,Paul Skesman,Richard Mischel等知名律师接下过,而在金对西州众议员的帮助下,正在建立个人信托基金,一旦设立成功后,这些款项将悉数转到梁家基金名下。 他也感谢很多华裔律师提出免费辩护,但他强调,选择律师是梁家自己的决定。 日前,纽约中华公所也已经建立一个专案专款信托户口,作为梁米德上诉用。 中华公所主席吴越智人表示,建立信托的目的也是希望公开透明,因为信托只接受支票捐款。 目前旗下的七个侨团已经捐出了首期金额一万元。 捐一万钱,快来做总级基金。 我们是另外一个户口,专款专用,不会跟其他款项问在一起的。 第一,公信力。第二,我们不受限迁。第三,机票拿进来,我们这个copy,你过的户就是这个receipt。 而五月闲也鼓励民众继续签名公开信,并送上请愿信。 美国周恩电视,陈一子,武丹琪报道。